但是娱乐圈的潜规则可能是会更复杂一点点 因为它是难的 它就要承担了多一些 Hi,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Snow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一期Assumptions About Me 大家对于我的一些猜想啊 想法什么的 我前一阵呢 也是在我的社交平台上问了 收到了一些 对,很多小伙伴呢 都是以直接问问题的形式问出来了 所以说这支视频也可以叫一个Questions About Me 那我呢也是筛选了一些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比较犀利的问题 我有咖啡和故事 你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的犀利啊 为什么离职华为 对,其实我前一阵呢 就已经从华为离职了 但是一直没有跟大家汇报这件事情 今天呢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唠一唠 到底是为什么离职 那华为它这个公司整体的氛围 肯定是没话说 不管是他们的企业文化 还是管理水平 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也觉得作为我毕业之后的 第一份正式工作能去到华为 真的是很好 然后很荣幸的事情 但是也正因为我去了 然后我真的尝试了那种生活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 我还是更喜欢做视频 当然了 我知道看到这里肯定很多人说 啊,你们做视频肯定好啊 就觉得很轻松啊 然后来钱快啊 我可以说我正式开始做视频之后 我每天的那些deadlines啊 还有我的一些工作上压力 真的并不比在华为的要少 所以说同样是两份工作 那我还是选择了 我更热爱的做视频 因为我记得我从四五年前吧 那时候还在美国的时候 就开始会自己去学 怎么用Final Cut Pro 然后花几个小时 不吃不喝就为了剪一支Vlog 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粉丝 我可能就能收到一两条评论吧 但是你们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满足感 真的特别的爽 花了你全部的心血 孕育出了一支视频 然后得到了别人的肯定 那种满足感 那种幸福感 我现在想到当时那种感觉 我现在还会起鸡皮疙瘩 你们知道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决定彻底留在华为的话 那我所有的自媒体平台 都是不能再营业了的 这里的营业指的不是说赚钱的营业 而是说日常去分享 去跟大家互动 这些肯定是要停掉的 那我肯定是舍不得的 我虽然没有说作用特别多粉丝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小部分粉丝 他们是真的一直在鼓励着我 关心着我 甚至都蛮久时间的了 所以可以说是我贪图 这种大家对我的喜欢 我就是舍不得 其实我当时辞职的时候 有一点担心 有一点焦虑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立刻 跟大家汇报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网络上的人 会怎么说我 怎么评价我 但我后面就觉得 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开心 最重要 就是要选择真正热爱的事情 你真正开心的事情去做 所以我现在是很开心的 那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 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为什么没和妈妈一样进演艺圈 其实怎么说呢 正是因为我爸妈是干这个的 所以说他们知道 这个行业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辛苦 也不是说潜规则吧 因为我觉得潜规则 在每个行业都会有 但是娱乐圈的潜规则 可能是会更复杂一点点 我妈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性格吧 所以说从小也是把我保护的很好 我就是比较的软弱 其实在社交啊 social这方面 所以说我是真的不太适合 那种适者生存的生存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博主的工作很适合我 因为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social 我只需要做好我的视频 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足够了 你是不是做全职博主签公司了 暂时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并不好说 我以后一辈子都干这个了 因为怎么说呢 就觉得没有利用到我真正专业的知识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可惜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暂时是这样子 我签了一家公司 不过是兼职 这个公司呢 他们会帮我做一些运营啊 策划方面的 因为对于运营这方面 真的是比较一窍不通 平时拍照啊 拍视频啊 剪视频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来的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签公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签公司并不可怕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签对 签一个好的 真正对你负责的公司 那我现在这个公司的老板 他就是人特别的好 然后跟我也是像朋友一样的相处 这种合作方式就是真的很开心 而且签的时候 也都会看好那些条约条款 什么 北京人为什么来深圳生活 这个原因其实我不太想说 因为真的特别没有出息 非常的没有出息 其实就是因为深圳好吃的太多了 那个时候我不是在港大上研究生 香港离深圳很近嘛 我就经常跟我朋友周末啊 没事干的时候就坐着高铁来深圳 很方便 高铁好像14分钟吧 从九龙坐到深圳 然后你知道我对深圳的热爱程度 就是因为它的美食啊 就算我的朋友没有时间 我也要一个人先从家出门坐地铁 然后地铁呢要跨海 然后再坐高铁 高铁再来到深圳 然后到深圳再打车 不真的就哪怕我一个人 我也会跋山涉水 周末的时候从香港到深圳来吃 吃完的时候 我还要打包一份毛雪旺和一份榴莲披萨 再搭着低市高铁地铁 做十几站再回到我香港的家 就全程那个榴莲围 真的是非常对不起 当时一路陪我坐高铁和地铁周围的那些人 当然了也不只是美食啊 我也很喜欢深圳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深圳很新 它没有什么历史 这个是真的 因为就是我朋友来深圳的时候 就想带他们去哪儿玩 真的不知道去哪儿玩 因为全都是商场 但是我很喜欢深圳这边的人 就是都是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地方 并没有说有什么排外的现象 特别的欢迎你包容性很强 然后很年轻很活力 就我觉得创业的话 来深圳年轻人真的是来对了 在深圳买房子定居 这个还不可能啦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还没钱 深圳的房价实在是太贵了 那第二呢 就是因为我其实挺喜欢那种漂泊的感觉的 就像我从小的时候 虽然我是北京人 但是我从初中我就去了寄宿学校 大学又去了美国 美国多安本科又去香港漂了一年 然后现在又漂来了深圳 我一直在适应新的环境 但同时呢 我又特别享受这种新鲜感 这种去融入一个城市的感觉 在不同的地方 它那里的vibe 它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同 然后你也能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你也能接受到很多新的事物 就如果你还年轻 就不要那么早 把自己定下来 多去看一看 多去一些城市待一待 然后你也才能知道 你最喜欢哪里嘛 你最后想去哪里 是一枚学霸 真心不舍 就是好像看我的履历 好像确实挺丰富 然后挺好的 但其实我真的不是学霸 我相反 可以说我在学习方面 真的比人慢好几拍 但我觉得我比较好的点是 虽然记得很慢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激励比较牢固 我也是会比较压题的人 我真的是考试型选手 这个就是天分了 我从小的时候就属于那种 我在家复习的时候 我爸妈考我 我真的就是错的一塌糊涂 然后我家人就很着急 他怎么办 明天就要考试了 然后错成这个样子 但是考试考的都是我会的题 感觉我从小就这方面运气就很好 我不会的都不考 考的都是我会的 和男友出门更多 开销由男友买单 并没有这样吧 因为我们俩自从回国之后 就是自己工作嘛 那我们俩也是尽量 不管家里要钱了 几乎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俩自己挣的 他挣他的我挣我的 所以说怎么说呢 我们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因为我们俩是同龄人嘛 他也就比我大个十几天 然后又都是刚刚大学毕业 没有太多赚钱的能力 并没有说他就有义务 因为他是男的 他就要承担的多一些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俩现在是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花销方面 是非常非常平等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挺好的 因为其实虽然说 金钱是金钱 感情是感情 但有的时候 金钱和感情 其实真的是分不开的 如果一个人 他在金钱方面 他的地位要高过你的话 那感情方面 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牵制的 所以说我觉得财务方面 首先做到一个平等 那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假北方人内心南方女孩 完全正确 这位网友简直太懂我了 你们看我的长相 我的骨架 我的身高 完完全全的北方女孩 就是北到我出去之后 别人都 你们听我的口音 也听不出来什么北京口音吗 但是很多人都会问 我是不是东北的 就可能因为我个子真的很高 大家就觉得可能越高的人 就来自的地方就越北 OK 反正我的外观就是非常的北 但是我的内心 绝对是一个南方小女生 生活精致 家境良好 很多人追 就属于那种我想要什么 不会缺着我 但当然了前提也是 我不会提那种很无理的要求 就是提的要求 也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那我的爸妈都会尽量的去满足我 然后生活精致的话 就是吃啊穿啊这些 确实没有缺过我 那玩和乐也是 我爸小时候会花大价钱带我玩 这里的玩指的是各种的展览 各种的话剧 歌剧 音乐剧 花很多很多的门票钱看这些东西 可能也是因为跟他们的职业有关嘛 对所以说家境这方面 我是很感谢我的父母 合理范围内我要的东西 是可以给到我的 但是如果我想要什么更多的 那肯定是没有的 很多人追吗 我有很多人追吗 我有很多人追吗 他说那开始什么时候了 以前有 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指的肯定是我单身的时候嘛 好像也没什么人追 可能是因为我个子比较高 因为确实我的朋友也好 包括我男朋友他们都会说第一次见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很高冷 就如果我没有说话 然后又没有笑 然后又就高高的站在那儿 但其实跟我接触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这么天真 可爱 我这喝的是酒吧 这不是咖啡吧 安静内敛 与世无争 忽然也不会放弃博主去上班吧 这位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博主的身份 我其实不安静 然后我也不内敛 我是属于在外人面前很安静 因为我去 我之前说了我不会搜索 我只有会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你是我的朋友 那我在你面前肯定是非常非常活泼 非常非常不安静 不内敛的一个人 然后与世无争 我觉得没有人能真正的做到与世无争 而且去懂得为自己争取 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 并不是说与世无争就是一个褒义词 我觉得与世无争可能还有点傻 你这个人明明有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知道为自己去争取呢 去健康的 去用一种积极的方式为自己争取 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 总体来讲的话 我还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 就属于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 该是我的 这个东西在我的命里面 那就是我的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不会去强求 对 正因为我这种性格 我也更适合博主的工作 自己干自己的 每天起床之后 就写脚本 拍视频 然后剪视频 然后弄设备 埋头苦干 干好自己的 姐姐应该挺会喝酒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是一个假的北方人 我酒量是真的不好 会有自卑的地方吗 会会会 我经常自卑 我每天都要自我怀疑 但我是那种特别会开解自己的人 我一旦自我怀疑了 我都会停 然后我就开始想 自己告诉自己 你是很好的 你是很棒的 你要继续努力 就是每天这么一个循环吧 以后的幸福生活 当妈妈之后是啥样的 我自己也还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想 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对每一天都负责 就够了 这就是我整理出来的 一些比较好玩 比较犀利的问题了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 有更多的认识到我 了解到我 那我的咖啡 差不多喝完了 这只咖啡 这只咖啡 这只视频就这样吧 喜欢这只视频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 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爱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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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